台长告诉大家 人间有四大祸根 酒那是穿肠的毒药 所以酒喝多了就伤你的肝 所以肝病毒就是毒药 色是刮骨的钢刀 一个人如果沉迷在色情当中 它就像一把刮你骨头的钢刀一样 所以当一个人感情受到挫折的时候 它是挖心一样的痛 所以要注意 那么气就是生气 那是下山的猛虎啊 你会被他气死的 这就是我前这次在北美 每一个法会我都要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最近在沈阳 一个老人家坐汽车 因为跟一个年轻人发生争执 为一个座位 最后老人家被气得 打了这个年轻人四个耳光 最后年轻人没还手 笑嘻嘻地走了 然后老人家一气 就睡了自己的公交车上 雨似长辞 Goodbye了 所以被别人气死了 一个人为什么要活在别人的气数当中呢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生气 台长说的第四个祸根是钱 因为钱是惹祸的根苗 想一想 现在有多少事情发生 有多少人出事 不就是为了钱吗 所以现代人 真的台长说 人行鬼事 经常好好的人不做 天天做鬼事 说男人有四鬼 你们知道吗 台长告诉你们好吗 早上起来就生气 小气鬼 晚上九点回家是酒鬼 十二点钟回家是色鬼 凌晨四点回家是毒鬼